今天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关键首保节 今天发生了一个今天动地 而且对于整个印太战略造成极大影响的世界 那就是日本前首相 也就是对台湾最友善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今天上午十点多竟然被枪杀身亡 这个时间非常敏感 因为在过两天的时候 他们要进行了参议院的改选 参议院的改选如果出来 保守党也就是自民党 能够过三分之二的话 那宪法可能会修正 只要拿掉了宪法第九条的束缚 日本就不是只是只能做防卫 他也可以做主动的攻击 过去捆在日本军方的捆龙所 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开 而拿开了以后就看到 整个印太的战略 甚至美国 日本对中国的包围网 跟过去会完全的不一样 好 那问题是 怎么会在这么敏感的时间里面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怎么会是专门针对安倍晋三 而且安倍晋三这个行程 是临时改变的 他怎么知道 而且如果你看到整个过程 这里面这个凶手 他是准备好的 这个凶手枪 他自己已经做好了 而且这个凶手 你看到他在现场 他已经观察过了 而且他就在安倍晋三后面 晃来晃去 没有任何的恐惧 没有任何的害怕 他怠然之弱 政治有关系吗 如果跟政治有关系的话 那到底是哪一边的政治力量 要安倍的性命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前面 民队大方首一刀 财经专家 黄宗宗宗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刀 电视报的东照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十一边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赤特美庭 王瑞德 大家好 好 第五位 我们要特别介绍 他是专栏作家吴奎玉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台湾国际法学位的副名掌林辉 大家好 好 四号 今天大家看这个画面都吓死了 你知道日本的政坛 虽然对台湾友好 可是真的把台湾当自己人 甚至讲台湾友识 就是日本友识的 第一个人就是安倍晋三 而且你也讲了 安倍晋三才是印太战略的 真正的倡议者 结果这么重要的人物 今天早上十点的时候 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 他在这个演讲的状况下 而且旁边是有水沫的状况下 他居然被枪杀身亡 包协 今天早上十点半 台北时间发生这件事情 真的震撼全世界 而且里面有非常多不确定 而且非常多诡异的地方 包协 我们先来讲 这时候为什么他会在 这个地方驻讲了 因为七月十号 日本即将举行参议院的这个大选 这再过两天 参议院大选里面要决定说 未来可能日本要修掉 宪法第九条 所以这次安倍是相当积极 在这个竞选 所以他来到这个奈良 这个地方来这个驻讲 第二个保协 你知道 这个杀手 这个杀手叫山上策掩 他是这个日本智慧队的 这个前官 前这个成员之一 他在这次在枪杀 整个这个所谓安倍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他一切都是 波化好的 而且这一切来说话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安倍来到这个地方 是临时改变形成 他本来要去长野 后来突然之间来到奈良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似乎知道他要来这个地方 他躲在他的后面 你可以看到 在后面的过程里面 一直不断的晃晃晃晃 他演讲大概约莫是两分钟左右 他就掏出枪 掏出枪对他进行开了两枪 然后就把他击毙了一个状况 所以你刚刚刚那个画面 如果这是开枪的画面 如果他没有开枪 他就站在后面 他就是一个个普通的老百姓 而且安倍开始讲话之后 他也跟着拍手 就没有想到 他说着说着 就走到安倍的后面 说着说着就开枪了 而且这个地方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安倍所站的位置 他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叫禁铁大和西大 是站这个地方 你跟这样 这个地方其实有非常多马路 在这边交货 所以我们看到 他其实站在一个马路的 中央的位置 那地方比较高 所以他的自高点 他是站在比较高的位置 就像那个凶手 山上侧眼 他是站在马路的另外一边 我们刚才仔细看 他是站在马路的另外一边 在马路另外一边 中间隔一个马路 隔一个马路 然后他在那边 一直不断地看 安倍金山开始演讲了 一分多钟里面 他其实一直在那边 一直不断地看 你看整个画面 其实都有拍到他 拍到他之后 然后准备了 他慢慢地往前走 往前走之后 这时候出现一个 非常诡异的现象 怎么样诡异 这让他走近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 他第一枪开出来的时候 保持人 他第一枪开出来的时候 似乎安倍 那当时呢 你看这是凶手 那是安倍 安倍他还回头去看了一下凶手 你要说 怎么会有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 他开了两枪 第一声枪响的时候 安倍还回头看了一下 他这次之前 他在那边看来看去之后 好 然后走进到安倍的这个身后之后 开了第一枪 开了第一枪的时候 保持人 这时候安倍往回看的时候 他就开了第二枪 开了第二枪之后 才正是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画面来说的话 安倍是真正 开了第二枪 就倒下了 第一枪之后他还在 第二枪之后 他就已经倒下了 那于是 大家就想说 那当时呢 不是有非常多危安吗 危安为什么没有启动 任何的这个 危安的这个状况 大家都觉得 相当不可思议的一个状况 你只会这样子 堂上皇室的 你把枪掏出来 你把枪掏出来 怎么会没有人知道 而且非常近的距离 不到三公尺 就开枪了 对 没错 而且这次这个三下侧野 当然 大家抓到他的时候 他就说 我就是想要 安倍自行船 我一死地 那同时那天 大家拿出 看着他的这个枪 保持人大吓了一跳 怎么样 这枪是他自己改造的 因为他有这个 智慧队的这个背景 他拿那个枪的时候 保持人员的看起来的话 为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日本警方 或是日本的防卫人员 会认为说 他可能不会对 安倍造成影响 保持人员 你看他拿着这个枪 他拿着这个枪的时候 如果你远远的看 你会觉得他拿着 好像是照相机 好像那个大炮 也就是说 他好像仪式装成是记者 所以你看 他可以躲在这后面 然后这样看来看去 东方西方的时候 没有人会认为说 他有相当大的这个嫌疑 当然今天这个人讲说 我就是单独犯案 我是单独犯案 就是我就是讨厌安倍 我就讨厌安倍 我就要置他于死地 可是问题是 你跟他两个人 又没有过去 又没有交往 你们两个人认为 过去没有任何的公式 你只会恨一个人 恨到这个地步 恨一个人到这个地步 你会看到 如果说他是有什么 情绪上问题 没有哦 你在现场看到 他非常的淡定 他非常的稳定 他就这样子直直的 盯着安倍看 直直的盯着安倍看 以后你就看到 看到这个枪 大家觉得更不殉仿 因为这个枪根本就是 已经准备好的 我故意拿着这个枪 我做成这个样子 我就感觉到 我好像是一个摄影机 我摄影机以后 我才可以通过安全 我才可以进到里面 然后呢 这个枪是改造手上 你讲 我用这个改造手上 你想抓都很难抓下去 他拿着这个枪了 开了两枪之后了 保险你知道 他也没有想要逃狗 没有想要逃 直接站在那个地方 后来我们就看到说 日本的警方相关的事件 去把他扑倒 扑倒的时候 其实他也没有做任何 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地方 没有抵抗 他就直接被抓走 那你看他拿着这个枪 保险他拿着这个枪里面来做 如果你真的仔细看 他这是完全改造 原本一开始说 可能是散弹枪 后来警方说是手枪 但是其实他开出去的效果呢 有点像是这种 散弹枪的效果 所以安倍他被击中的时候 保险你知道 他被击中的是 左胸口 他其实已经血染一片 另外还有右颈这个地方 颈部 也中了弹 所以为什么他那么的危急 这等于那两枪 他都中了吧 等于是胸口跟颈部 他都从此中 所以我们刚刚刚 那第一个时间他倒下去的时候 保险你知道 第一个时间里面 如果我们可以仔细看那个画面 第一个时间 如果你看很多场景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 已经有人拿这个AED出来 要去救他 然后救他之后 好像没有什么知觉 后来我们才看到说 好像很多人赶过来 然后把他排上 这个相关的救护的单位 那因为到救护单位 只有奈良当地的医院 一开始就说 他好像已经没有心跳 跟没有这个呼吸的 那怎么办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一幕 他又搭上直升机 又送到更大的医院去 但是送到更大的医院去 可能真的是 因为他伤势实在是太严重 一度还要传出说 可能要帮他装这个 叶克普 但是事实上没办法 因为他这个受伤 还有血流的状况 实在是太过太过严重了 好那刚刚讲的 今天岸田文雄出来了以后 岸田文雄都哭了 就代表这件事情 倒给他太大的震惊了 对 没错 事实上你看 这是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在第一时间听到 因为原本岸田文雄 也要去助假 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要拼 这次岸田文雄也想要拼 让这个所谓参议院 要这个歧视大增 所以他在这个安倍受刺之后 第一时间赶回来 你看他整个眼色是快要哭出来的 他谴责这个卑鄙的行为 绝对不能够原谅 但同时在他说 希望能够用最努力的方式 去抢救这个安倍 包括说安倍的弟弟 这个安信夫也出来 出来谴责 另外一个包括说 他的安倍遭毁 他的夫人 赶到这个医院去的时候 好像安倍就这个最后就真的就不自身亡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现在因为这样一个行为 保险这次留给大家太多太多理点 这个犯人呢 他到底是不是单独犯案 他到底跟安倍 因为他2005年就从自卫队退伍了 他跟安倍其实也没有太多交往的过程 没有太多重叠的过程 那他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的时候 他要枪杀安倍 再来就是说 因为我就跟大家讲 安倍这个行程是临时改的 他原本要去长野县 今天才来到了奈良这样一个地方 你如果是临时这个临时起义的话 怎么会那么刚好 而且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谨慎的这个犯罪的行为 而且你说 这件事情对整个印太 是 冲击太大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 今天台湾 我们可以进到的这个印太的一个系统 今天讲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就是日本同盟有事 先把整个低岛链完全的穿起来 就是安倍晋三 而且安倍晋三现在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 他要去透过修法 透过修法 他要增加他的军费 你在这么敏感的时刻 居然做了这件事 你说做了这件事以后 这个宪法一定会修过 安倍其实对整个亚洲 或是世界格局非常大的这个改变 为什么 第一个他说出了台湾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然后台湾有事的时候 是美日同盟有事 所以他其实美日同盟拉进这个台湾 所以他把美国拉进来是这样 他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是什么 保抵他意在 就把日本的宪法的第九条把它修掉 修掉是把自卫队改成是国防军 这个让整个日本的捆龙手完全打开 7月10号的这个参议院大选 我觉得毫无疑问 日本的这个自民党可能会大胜 在大胜的过程中 修宪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接下来真正的改变 才会刚开始而已 好 可以 你说这个绝对是 对整个亚洲是对台湾 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而这个抢手 你这样整个看的过程 他是预谋好的 而且你说 他那个开两枪 就是职业杀手 非要取人性命的动作 我这样子讲好了 说这个事情的确很怪 好 到现在 比如说 孤狼犯案 或是随机起义的 像比如说枪杀雷根 他打一发 他在犹豫的时候 就被学乎扑上去 只有职业杀手 你看到那个录影画面 只有职业杀手 会在两秒之内连开两枪 那是SAS 拘杀恐怖分子 都是要连开两枪 因为什么 因为怕他有穿防弹衣 他打了 来不及 让他制止 没有办法倒下 所以都是连开两枪 确定能够把他打死 所以这个 两秒内连开两枪的意思 他绝对是有受过训的 可是看起来现场是很辣 看起来是第一砲 这种火花 打了以后安倍还回头 感觉到好像第一发没有打到安倍 他吓了一跳才赶快打第二发 大家对于那个枪集是这样 都会想像好像跟电影一样 打了一枪以后 马上就整个人飞出去 没有 安倍是背对他的 他的第一枪可能是打到他的 他的心脏部位 对 肩膀 就是胸口在边 但是安倍穿的是西装 所以第一枪可能并没有把安倍打倒 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 还有一次回头的时候 他去打第二枪 第二枪很明显就是往上 所以才会打到脖子 甚至想要打头 如果你要狙杀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定是一枪打胸口 一枪打脑袋 因为怕你穿防弹衣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预谋方案 我这样子讲好 他的枪是很奇怪 这个大家那个什么 比如说大家说他是手枪或什么 但是你去看那个图 在这张图里面 你看到的它是那个枪管 如果是散弹 这个我称之为 土造双管散弹枪 为什么叫土造双管散弹枪呢 第一个它就像双管裂枪一样 然后矩短的双管裂枪 但是裂枪的口径只有这么大 12尬只有这么大 它是这么大 很明显就是要水管枪 是直接用水管缠了电信胶布 再改了 然后这张图就看得更清楚 看到它下面这两条 这两条是什么 你看起来就像电池 后面还有一个电线连到枪声 所以这很可能就是电花引火 什么叫电花引火 就是后面有火药 我这个用那个线圈绑在后面 制造火花 然后就把火药击发 然后这个里面 你看到后面两块白白的 有没有 这两块白白的 这两块白白的 对 然后你再看那个 录影的那个射击画面 有烟的那一个 看那么大的烟 那么大的烟是像什么 像碎发枪 17世纪那种碎发枪 火神枪 18世纪以后都是用无烟火药 对 现在的制制手枪 所有的弹药 没有人 没有枪会发那么大的烟出来 这种里面用的 应该是黑火药 可是如果你知道 你这样讲 那根本就是一个 出自烂造的枪 代表我的资源很少 所以我才要回到了 17 18世纪 可是这是最好的断点 最好断点 对 我如果有任何枪 我去买来的枪 我去改造枪 我去干什么 我都有购买记录 我就可以追查 但是我全部自制的手枪 我都说我就仇恨办案 他就是最好的断点 所以这个事情会让人家搞不清楚说 到底是真正的孤狼办案 还是有组织 有计划要做这个案子 但是影射了非常精密的一个断点 断在这个地方 那你搞不清楚这件事 他可以说 我就是自己 我很仇恨他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敢把他仇恨安倍的原因讲出来 所以你表面上看他只有单逼一个 你现在看起来他穿的也很普通 你拿的是一个出自烂造的枪 可是就你这样长期观察战略来讲 这每一个都是精心设计 也可以这么说 这件事情是变成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但我相信 现在不只是日本在开对策会议 全世界各国高层应该都在 都在下坏了 都在国安高层都在开会 而且可能互相之间都在通热线 不是我干的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我干的 我绝对没干这种事 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大家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到一个月 尤其在世界局势这么紧张的时候 我想说这是一个 大家全世界 都在想要把它化解掉的一个问题 好 瑞德 我常常讲 每次只要发生枪害 你曾经告诉我一件事 就是去追查枪 枪到追查他的枪击 枪击上面有Mission Mark 根据Mission Mark 我就可以用枪寻弹 用弹寻枪 用枪找人 现在你说 看到这个枪 真的所有的问号就在上面了 319枪结案的时候 国际见识专家李昌玉博士就说 Mission Mark从他的子弹 然后寻线去找枪 才能够找到制造的人 然后来找到开枪的人 那事实上 那么刚刚大家讲的那个枪 我见过 我还拿过 你掀过这个枪 没有错 这种枪我还拿过 我还拍过照 为什么呢 台湾在过去三十几年前 那么整整有十年的时间 都用这种枪 这种枪有个专业术语 叫做大型土照 钢笔手枪 这是钢笔手枪 对 那大家会想说 钢笔手枪不是说小支的吗 像钢笔一样 钢笔一样 为什么这样子呢 1957年从美国芝加哥传过来的 钢笔手枪是小支的 对 传到台湾来了以后 台湾的黑帮 因为那时候警备总部 如果你拿到各式各样的枪 那个时候支持枪是很难拿得到 那改造手枪 玩具枪也没有办法进那么多 所以很多人就从美国芝加哥那边 传进来这个技术 开始改造相关的钢笔手枪 那台湾的黑道 嫌钢笔手枪太小 杀伤力不够 就把它改成 用钢管把它改成大支的 刚刚保险说 这个杀伤力不大 你错了 钢笔手枪的杀伤力非常大 你要看你是怎么改造的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听过 李诗科抢银行 对不对 李诗科抢银行 你知道他的警枪是哪来的吗 哪来的 1980年1月的时候 李诗科先到我们 位于台北市金华街 那么环蒂冈教堂 驻台湾的这个 等于说 那个地方有保安大队的这个钢绍 他甲固跟那个警卫攀谈了以后 趁这个警卫背对着他的时候 他拿着一个大型的钢笔手枪 砰一枪把他给打死 一枪就打死了 抢走他的警枪 他用这把警枪去抢 那么当时的这个等于说 土地银行的古亭分行 犯下这样一个大案件 还有一件更可怕的悬崖 怎么样 到现在都没有破 也是用钢笔手枪 2001年的时候 花莲三站派出所 一个理性远警 他坐在派出所里面值班 他的背后 显然歹徒有经过现场的 这个调 那个勘察地形 他的背后是一个铁窗 歹徒用了一个大型钢笔手枪 在他的背后从铁窗 砰的枪打来 把我们这个理性远警官给打死之后 抢走他的警枪 对 他是2001年犯的案 2003年的时候 也就是一两年以后 他竟然拿这个抢得的这个警枪 在花莲海巡署一个无姓阿兵哥 在占卫兵的时候 对 用这个警枪开枪把他给打了以后 枪杀他 抢走他的六五四自动步枪 我跟你讲 这个六五四自动步枪 到今天都没有查获 这个歹徒的目的到底何在 他下手枪杀的一个警察 一个军人 他下手开枪打死这个警察的 就是钢笔手枪 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说 钢笔手枪好像威力没那么大 那么事实上在台北市 曾经有台北市的这个 大同分局的远警 要去追查 要去追捕这个相关的 拿钢笔手枪的歹徒的时候 棒了一枪来 他的右掌被钢笔手枪穿透了以后 手束了三次 他还残废 而且你说你盯了这个案子 你说今天安倍晋三被杀这个案子 这个凶手是已经盯了安倍晋三 好几天了 要知道一件事 虽然这个凶手是附近 他住在这个奈良附近 可是问题是 他盯安倍晋三 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 这个行程 今天早上在奈良大街头 把人家助选的这个行程 是昨天晚上才临时决定 我问你昨天晚上才临时决定 这个歹徒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的这个钢笔手枪显然 是已经准备很久了 制造很久了 然后我都怀疑他还有经过试射 在日本 因为我长期研究日本的黑道 包括山口族集会跟盗船会 在日本的黑道的话 取得枪支 虽然很讽刺 都透过台湾的帮派取得所谓制式手枪 然后呢 但是那只限于帮派 如果是一般的混混 说一般的日本的老百姓 他要取得制式手枪的机会 是为夫其为 所以这个歹徒 他长久以来 他早就计划要刺杀 这个安倍晋三 对 可是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 但是从他种种的迹象显示 一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 让他必须要进行这样的计划 而且就紧盯着安倍晋三 你不要小看安倍晋三 他旁边是有随护的 他的随护完全失职 为什么 当他行刺的时候 随护的眼睛都只注意在安倍晋三的前方 而他从后方来 你竟然没有注意到 甚至于安倍晋三的旁边的随护 还带有皮包型的这个防弹盾牌 有盾牌 来不及摊开就种弹了 所以你就知道 从这起事件里面非常危险 为什么呢 如果日本在内的各国的元首政要 如果不改变现在的随护的执行的方式 随时被暗杀不是不可能的 好 提问 你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事情 这会影响到日本的修宪 这会影响到台湾的安全 而且安倍晋三才是 现在日本真正的掌权者 对 只要日本一修宪 整个东亚局势全部会改变 东亚局势一改变 全球局势都改变 所以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暗杀事件 因为安倍晋三其实即便他在前一年 卸下总理的职务之后 其实不管是菅义伟 岸田文雄都在走安倍的路线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就知道了 去年12月21号 安倍晋三跟麻生 跟这个麻生太郎 跟茂木敏充 他们在东京的一个小餐馆在吃饭 吃饭饭在干嘛 在瞧事情 瞧什么 瞧下一年的整个自民党未来的走向 以及参议院的选举 结果隔天22号的时候呢 岸田文雄中午的时候 才去跟麻生 跟茂木敏充吃饭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安倍讲完之后 确定这个事情是这么走的 明天呢 再跟岸田文雄报告 那岸田文雄就接受了 安倍晋三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你这样讲 我想不到以前国民党时代 国民党时代是礼拜三开中场会 礼拜四开院会 所以所有的人士 是礼拜三在开中场会的时候 蒋经国拍板定案 定案了所有人士之后 第二天行政院的会议 只是行李如一 把单身答案 我照念一遍 现在玩的手法一模一样 而且不是只有去年十二月 今年大概五六月的时候 也同样的如法炮制 也是在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党内来讲的话 安倍派 也就是所谓的亲和派 他本身来讲 高达九十几席的议员 所以整个安倍是掌握实权的 而不管是麻生 茂木敏充 或者是这个洪池会 就是安倍晋三的这个派系 原则上都只有五六十席而已 所以最大的派系就是什么 就是安倍晋三 所以在党内如果要通过什么法律 通过什么政策 安倍说了算 那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安倍晋三 就是以前安倍晋三 拉拔长大的 因为他在安倍的任期当中 担任首相的时候 担任四年多的外相 所以我们看到 安倍晋三 他为什么会哭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 已经大概就差不多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对这个安倍来讲的话 上一次的选举 安倍帮他了一把 弄了一个这样一个政治操作之后 把河野弄下来之后 结果让安倍晋三 所以安倍其实是感谢他的 那现在安倍也正在走 他的安倍晋三的路线 所以即便是说 所以把河野太郎拉下来 让安倍晋三 上去的操作者是安倍晋三 对所以我说真的 接下来如果安田文雄 能够再持续执政三年以上的话 真的要感谢安倍晋三 那安倍晋三 现在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安倍派来讲的话 会不会去群龙无首 现在看推出哪一个 这个继任的这个派系的一个领导人 对 那对安田文雄来讲的话 基本上可以是确立一件事情 未来整个日本自民党内来讲的话 可能就以安田文雄为中心的 为核心的移归 大家谈到的是再过两天 日本的蔡医院他要进行改选 蔡医院改选以后 现在本来想说 如果自民党也就是主张修宪的超过三分之二 他就可能通过修宪办案 通过修宪 而且他们这一次是明火之杖 摆明就是我就是要修宪 所以是用修宪作为这次的选举主题 这个动作会整个冲击到整个选举 冲击到选举 就会冲击到修宪吗 对为什么知道 因为这一个暗杀事件来讲 其实这一次的选举是安倍晋三 他从政以来 其实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把日本 他最大的梦想 日本的正常化 日本国家正常化 也就是说安倍从政 一直每次选举的时候都在讲 其实我们要修宪 我们要修宪 但问题是在他任内的时候 一直过不了那个门槛 结果现在发生这些事情 在两天之后的选举 有可能参议院就会过半 因为现在众议院已经 高达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支持修宪派的 那现在是参议院 参议院能够达到三分之二的 多数来讲的话 就启动了修宪的程序 而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等于是日本战后来讲的话 首次第一次能够以合法的 这个门槛的模式 进入了修宪程序 那现在对安倍来讲的话 其实他上任以来 不断的在做件事情 你看哦 2012年上台之后 接下来呢 射出了所谓的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接下来呢做了2015年的 这个安保条约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日本的 这个新安保法的一个修订 你知道当时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那个新安保法修订 使得日本自卫队 可以派兵到海外来支援 包含台湾还有事的时候 就会有事 而且在去年12月1号的时候 安倍经常讲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就是 美日安保条约就会启动 其实安倍有一个角色 就是说在日本所有的政治人物当中 他可以去突破日本的那种 官僚体系的一个限制 他一直不断的往前冲 把后面的阁源一直往前带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失去这一号人物来讲 非常非常可惜 大家会比较担心说 未来台湾会不会就在 日本的这种公务员的体制 官僚体制之下 只是在那个框框里面 促进两国的关系 少了一个安倍在那边 后面推的助力来讲的话 可能会差蛮多的 好所以董事长 我们现在看到今天这个新闻的时候 大家就问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到底谁干的 到底是他自己个人的私怨 到底是政治主张 还是后面有密谋 不然一个人 你已经离开自卫的 2005年 你就已经离开了 离开这么久了 你跟安倍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互动 也没有任何的来往 你怎么会想说 我非要置他于死地 而且你看到 他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么淡定 枪都准备好了 路线也规划好了 而且就这样子 在后面刚刚讲到 董事长连开两枪 那就是一个非要你死的动作 第一个 你看他这个人 在事先被拍摄 整个镜头 看起来他非常淡定 对不对 如果有稍微有敏感一点的 这个护卫 或是随后去检查一下的话 可能这个人就当场是破局的 对不对 但是没有 然后第二个 你看他这个日本的警察 非常奇怪 这些保安里面非常奇怪 居然有人敢去背后去抓他 你看见没有 他开了两枪 如果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 如果有台湾发生的话 我们学乎第一个什么动作 什么动作 马上把枪击发了 怎么可能让你在那边 还有两个人去抱他 你看见没有 五六个人把他抱在一起 我都没看到半把枪 对 然后从背后把他抱起来 他抱起来 这个人被抱在地上 他也不跑 这个非常奇怪 所以日本人这个 这个整个安全的措施 像这个安倍那么高级的 当过首长人员 这个你看非常 你看这个画面 怎么会有一个人把他 后面抱住 这个因为警察的训练你已经急发了 你已经开枪打人了 那我当然就开枪是射击你 是 对不对 不是 他只有徒手做一个动作 保护援手 就是用我的身体去挡子弹 没有说我抱着你去挡子弹的 然后最后逮捕他动作 警察你看见没有 没有 我没有 就是这个保安 不论是谁 这个不是 但是文职员警察员不知道 从后面把他抱起来了 你看见没有 然后枪掉地上了 他也没想到他这个枪是急发他的枪 对不对 万一手上再带着另外一把手枪 来做拖逃用的话怎么办 一般来讲的话 我会做这种动作 对不对 我再继续 我再做准备 打完人以后的第二步 我要脱离现场 脱离现场的话 对你第一个要打我的人 我先把你先射击 听说刘焕荣已经是这样 所以他没有 你看见没有 他这个表现什么意思 他没有要走 而且他这个因为没有要走 第二个 他没有要保命 因为如果这些是美国警察的话 这个人已经死掉了 当场就把你打掉了 怎么可能让你留在这边 因为不知道你口袋还有什么东西 台湾警察也要开枪的 就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画面 日本人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个好像有点像编排好的剧本一样 当然不可能 所以我就讲个结论 这个人他是纯心要来涉及安倍 然后第二个 他没有想要走 他没有想走 因为他走的话 他有脱逃规划 对 那这个背后 那为什么他愿意干冒死刑 他还杀这个杀安倍呢 那比较政治意识嘛 这个政治意识 强烈的人就叫他干这个事情了 所以个人的政治意识 他把安倍干掉嘛 但是我觉得再过一个礼拜 日本的警示厅 日本的单位会把所有的公布书 我们就可以知道全貌 现在在这边拆没有意识 只是就紧对现场的画面来看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离奇的一个画面的情况 那刚刚庭辉讲的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对这一次的选举的影响 会马上的立即性冲击 如果立刻一定会修宪 修宪一定会过关 那修宪过关之后的日本国 就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这个国家的战备 跟对亚洲的整个冲击力量 我觉得中国会面临非常非常大压力